这辆红色停在淡水鱼儿码头相当显眼 这艘就是涉嫌虐童流姓保姆丈夫的海雕船 明天准备去钓鱼 先来看一下那个准备的东西 就发现奇怪怎么船头有冰浪汁 船头被人丢冰浪汁连甲板上都有 似乎被发现身份后有人气不过 而涉案的流姓保姆的丈夫 自称是市官长经营海雕船 在网路上标榜最新最齐全 有多年的经验 在淡水也小有名气 那载客人在淡水这边算前辈了 大家在这边都是也是和平相处 这艘娱乐海雕船要价约三百多万元 船舱的门还贴上两张陆战队 两棲捐收部队的贴具 但有其他钓客对外抱怨 保姆丈夫他有个性不容易相处 其他有做过他船的钓客奖 就是说他这个人自负吧 可能会被他封锁提出群出 但保姆的丈夫到底居不居情 住在家中的男童凯凯遭到虐待 前保姆在脸书发文 透露在招魂当天在保姆家看到钓具 埃军陆战队的帽子 让他怀疑涉案的不止保姆姐妹俩 因为刘姓保姆和丈夫儿子 还有婆婆跟外傭同住 第一时间丈夫被带回 简称不知情 事后直到外傭拍下关键证据 才让恶劣的保姆遭到收押 因此检警也不排除这次约谈 网姓丈夫 明明是同住的一家人 连其他公寓住户都曾听到孩子哭声 但留姓保姆的丈夫则推称毫不知情 这说法难以让外人相信 是真的没回家 不知道还是害怕自己也卷入风波 企图帮忙掩盖更多证据 恐怕需要更多的调查 才能厘清是否真的清白 TVBS新闻成员 叶军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